紅膠珠前簷,經典貨水爐 店內的貨品上了年多 朱詠記也已經開業60年 在這裡可以見到香港昔日生活痕跡 引人來尋香港文化 朱詠記的店舖是由1959年開始營業 有湯匙的檀罐、碟、盆、紅膠珠 西瓜波、火水爐 或者是我們以前經常用的貨品 我記得應該是90年代的時間 我爸爸就預備退休 我就接受了這間店舖 店內的貨品超過10萬件 看似雜亂武漿 但其實運藏約常生活的哲學 佔用每一寸空間 其實我爸爸做這行生意 都是以人的需要開始的 就由門口開始 他就會覺得一間屋 你入火的時候 你首先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清潔 所以掃把、垃圾鏟、清潔用具 所有都在前面 已經可以賣掉了 當入門的時間裡 你開始喝水 滷水壺、磨鏟、卡卡的用具 都在中間位置 以前的顧客通常都是家庭為主 現在不再是上環區的街坊來買東西 甚至很遠到新界、九龍的地方 再遠一點的 其實有些是在其他國家來香港買的 有一個經驗是很窩心的 就是有一個客人在中秋節的全席 想買一條魚 給家人去買一隻碟去蒸 但很奇怪就是 市面上很多時候都買的碟 都不是他心想要買那隻 直到來到的時候 就問我有沒有那些鵝蛋型的長碟 我一拿出來 他就說就是這一隻了 就是這一隻了 就在這麼重要的時刻裡 找到一隻長碟 可以令到他的家庭 可以蒸一碟尾味的魚 可以上台了 上世紀舊產品佔見絕跡 買一件就少一件 為了留住情懷 有些被復刻成迷你版精品 以另一種形式俗說香港故事 引用了一些新的產品 其實我們店舖裡很想延續傳統的手藝 以及一些特色的貨品 有百達通就不需要找錢 不同的年紀人都會用百達通 很多時候知道我們有百達通 就很想馬上在這個店舖裡買東西 我覺得其實貨品要等到絕販 才去留意其實是很可惜的 很多時候我們生活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要保留回去 每個年代都有他代表性的用品 當中吻含珍貴的民間智慧 如朱老闆所言 如果要去到失去才會珍惜 倒不如趁現在擁有的時候好好觸緊 百達通一都撐你 我是朱榮忌 第二代傳人朱耀昌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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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